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年要十年了 回家的契机也是因为在外面失败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时候也才二十出头岁 干退 路不复出嘛 我就跟朋友聊聊天了 就说 为什么不回家 每到一句话 我就真的回家了 那时回家山山没什么人 也没有年轻人啊 从那边骑到台东市 去跑那些小的那些小事部啊 去卖那个山苏啊 一把一百块 想要被杀价 杀到七十块 一来一往 至少加价钱一个月 还有五六千块 然后09年 巴巴水灾就来了 巴巴水灾来了之后也把山苏田充掉 就 为什么部落会什么都没有 就开始思考这个东西 其实台湾这几年最大的问题 都是来自于城乡差距过大 那台东尤其是部落这地方 因为没有自己的产业 所以一直没办法 让原住民的年轻人 能够留下来 我就在寻找我们自己的经济 处理的解决方案嘛 刚好我们有一些作物 就适合我们自己的山坡地的种子 或者我们种地海拔这个地方 适合的作物 对 那就采用这种方式去寻找我们自己的经济 的那个地方产业 还有我们自己 包括我们自己经济的救命团 然后刚好找到红梨了 要种这个小米跟红梨 之前要先整地开一开 所以在早年的时候 布农组他就是很喜欢种这个红梨 因为红梨它是以前是我们布农组 发酵用的 来跟这个制作这个小米脚 那这几年因为我们的红梨 再加上后来县城府 推动的洛神花 还有小米这些东西之后 让这些原住民发现到说 他们的产业 事实上是在市场中可以被接受 而且能够被重视 因为台湾很多产业 都是在一窝蜂的情况之下去生产 那通常就会过度的供给 或者是说这个需求面 没有这么高 就是自销的时候 菜卖不出去 那就是说农民怎么办 我曾经就是看到那整个菜 就不栽了嘛 又不乎成本嘛 那整个就是 机械把它打掉 当堆肥了 所以我尽量就是说 我们今天有这个机会 有这个机会 做这个位置 我希望说能够多帮农民一点 所以我们在过程当中 就一直在思考 如何让农民的生产品质 能够确保量能够增加之外 更重要的是 消费端这部分 如何能够让它扩大 除了我们在所谓的餐厅 在加工食品当中 我们也找了金门酒厂 马祖酒厂 甚至于是乌丰农会 他们做清酒酒厂 来去合作 因为这样子的话 这些需求量 就可以大量而且稳定下来 水保局站在立场 就不断地替我们 台东风力品牌 去做一个曝光 那我就是说 那我应该是更站在 持续怎么样 让自己的 部落的产业的品质 更稳定 要放弃的理由 老实讲100个 他是坚持的只有一个而已 我用来烤楼区 为了设计 我这一开始 多许多许多 我给你带一段 一段时间 我可以做 我看了 你带到很多 你带到 我看了 你带到 你带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